昨天晚上这个门都没有关 现在是上午的7点钟 天气非常的不错,天气特别的好 鸽车已经到那个驯放地了,驯放地那边有雾 说要迟一点放 我们是万事俱备,直线鸽子归头了 电源全部都通好了 马上再给他们弄一点活菌水吧 弄点活菌水 鸽子不在家,感觉到空落落的 也起得迟 没有起那么早,正常是6点钟 今天是7点钟起床 360 但愿你们都能回来 差不多12点钟就能回来见鸽子了 这几次鸽子归巢喝的都是这个活菌水 今天我们还是弄的活菌水 弄活菌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怕鸽子归巢之后 喝清水拼命地喝 到时候对他的身体不好 活菌呢,它是有味道的 我不在家嘛,马上要去上班 所以说 要是在家的话能控制一下水 不在家只能这样 所以说放点活菌在这里 希望他们都能回来 加油 加油 请拿封锡 封锡文号 加把鸡子 封锡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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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顶区行个社会 开窗去那步 扎盖 熟度的扎盖盖 够忘了 三毛六十公里 切丁四百分 准时开闹 开 凉出来了 刚漏着 走大家去的好上家 朋友们呀 今天差点剃光头 我的妈呀 刚下班回到家里 赶紧回来一个 上一次 两百六十公里的时候 也是他 第一个回来的 今天所有的鸽子就他抑郁 我去 真的 很伤心的 刚才我看到他站在这里 应该是他拉的分辨 心态要好 真的明天还会都会回来的 最看好的六六六没有回来 无论如何 真的 他的成绩也是蛮不错的 2000多鱼鸽子他拿了个300多一点 300多名 还行上一次1000多鱼拿了个400多名 真的太难飞了 冠军的分数是1071.4 能飞回来我感觉的 就是 很不容易 昨天给自己打气说你们都能回来就是害怕踢光头 自己都接受不了因为只有7余鸽子了 他们的体质啊各方面都养得挺好的 一个鸽子也得喂呀 今年的鸽子不好费 现在才回来了38% 2000多鱼鸽子参赛才回来了700多鱼 这个就是咱家的战将 马上要上400多或者是500好像直接是550公里了 400多有没有我还不知道 就得一个赏 一个也赏 真的打比赛是要学习的 第一年打比赛 就即使剃光头了 我都不会感觉到哎呀比较羞愧之类的 只能说自己经验不足 对鸽子的训练方式啊 还是有很多误区的 不抖 下来 小鸽子的训练 对鸽子的训练 是